这里是一间高科技避难所 环境危机爆发后 地球变得不宜生存 幸存的人类搬来这里 过上了圈养生活 名义上是避难所 其实更像一所监狱 人工智能会每天检测身体 尿酸过度就要控制饮食 食堂大妈可不管你颜值 该吃祥时就得吃祥 制服都是统一形式 男女不许一气活动 监控360度无死角 广播上不停轮播 般若心惊 情绪一旦过激 就会被请去喝茶 更夸张的是 做梦也会被监控 男主林肯六亿 就是因为常做噩梦 被医生请去喝茶 医生名叫史塔克来自北京 为了弄清做梦原因 将纳米感应虫 放入林肯眼睛 把他痛得不行 避难所的生活就像坐牢 唯一的希望就是被选中 前往天堂岛 那里是地球上谨剩的净土 没有监管 也没有污染 但是面积有限 只能容纳极少数人 入选的方式是一门玄学 除了将要生产的孕妇 可以直接入选 其他人都得抽签决定 有的人进来七年也没中奖 而这位黑哥才进避难所六个月 就幸运中奖 大家对他都很眼红 唯独林肯是个例外 相比天堂岛 他更关心避难所的生活 避难所不许男女谈恋爱 林肯却偏要犯禁 私底下撩了个女朋友 乔丹二弟 避难所让大家只管工作 不要多问 林肯却偏偏好奇 他们处理的营养液都被送去了哪里 不服管的林肯经常使用一些剂量 溜到生活区外 和那里的工程师喝酒聊天 工程师和他混得很熟 还告诉他自己住在第五区 林肯在那里发现一只飞蛾 还将它塞进火柴盒 带进了生活区 这只飞蛾让林肯更加好奇 外面的世界不是已经核毁灭了吗 为什么还会出现飞蛾 为什么还会有新的幸存者 不断进入避难所 林肯越想越觉得可疑 直到这天女友乔丹被选中前往天堂岛 林肯终于坐不住 他放走飞蛾 跟随飞蛾来到一条走廊 隔着窗坡里 发现之前被选中的孕妇正躺在病房 孕妇刚刚完成生产 医生将他双脚绑住 给他注入了毒液 女人不停抽搐 片刻之后停止了心跳 医生将孩子抱走 送给了另一对夫妇 林肯被吓坏了 赶紧逃走 路上却看见幸运儿黑格 身上挂着手术设备 鲜血染红了胸腔 两个保安追出来 用钩子将黑格抓住 医生还不停叫嚷着 抓活的 抓活的 林肯在旁看得心惊肉跳 所谓的天堂岛 竟然是坑人的地狱 他急忙往回赶 想去拯救乔丹 然而医生却从监控录像中 发现林肯的身影 现在两人还能逃脱吗 这里是女性活动区 男性本来禁止入内 可是现在情况危急 林肯顾不上什么规矩 他冲进乔丹房间 将他带了出来 一边跑还一边解释 根本没有什么天堂岛 被选中的人全都去了地狱 下一个被宰的羔羊 就是乔丹 两人一路狂奔 来到林肯熟悉的工程区 打开井盖 进入通风管道 半路跌进一间库房 顶巾一看 密密麻麻 全是人类 人类都被死亡捆住 上面还有电脑不停洗脑 还没弄清状况 保安就追了过来 两人逃进一步电梯 来到了避难所楼顶 这就是外面的事件吗 然而顺着通道前行 才发现一切都是全息投影 继续往前跑到底 打开防爆门 这才找到真正的出口 可是出来一看 周围是漫天的戈壁 除了建筑残骸 半个人影都看不到 难道世界真的毁灭了吗 就在将要绝望之时 林肯却在路边 发现一条响尾蛇 紧接着一辆机车飞驰而过 这说明外面的世界 并没有毁灭 林肯看着39号路牌 想起工程师的火柴盒 火柴上标注的酒店 就在这条公路上 两人来到酒吧 在那里找到工程师 工程师将他们带回家 并向他们告知了真相 原来所谓的避难所 其实是一个科隆人基地 林肯和乔丹 都是权贵阶层的复制品 他们的名字有着特殊含义 数字代表本体所在的区域 字母代表科隆人年龄 林肯6196代表他的本体 位于洛杉矶 一则代表他活了三岁 乔丹不敢相信工程师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 那他的记忆怎么解释 工程师告诉他 那些也是假的 都是后天植入的 这一切的策划者 就是史塔克医生 他利用科隆技术 为权贵阶层服务 自己不愿生娃 那就让科隆人代孕 自己器官衰竭 那就用科隆人器官代替 只要钱给够 就能向天再借500年 为了打消顾客疑虑 医生对外宣称 这些科隆体都是植物人形态 没有情感和意识 通过这种伪装 医生避开了法律审查 林肯和乔丹的出逃 给他埋下了隐患 一旦大家发现真相 等着他的就是老底坐穿 他派出手下最强雇佣兵 猎杀林肯和乔丹 好心的工程师 决定帮两人逃跑 他让两人换下制服 带他们赶到火车站 此时雇佣兵也杀了过来 工程师提醒林肯快逃 自己却被一名士兵击杀 两人又是一番逃亡 终于赶上前往洛杉矶的列车 林肯打算过去找到本体 向他告知真相 他的计划能够成功吗 这里是未来的洛杉矶 两个克隆人在街头徘徊 乔丹在路边橱窗 看到了自己的本体 本体名叫寡姐 是一位电影明星 因为身患重症 才克隆出乔丹 打算移植他的器官 乔丹拨通寡姐电话 接电话的是寡姐儿子 他从视频中看到乔丹母样 还管他叫妈 那一刻乔丹的心忍不住颤抖了 电话还没挂断 警察就将他们抓住 由于工程师在车站遇害 警察把他们当做了嫌疑人 此时雇佣兵也赶到了现场 他们必须赶在两人身份曝光前 杀掉两人 一群雇佣兵朝警察发起疯狂进攻 林肯和乔丹在混乱中 逃上一辆卡车 松开拉货的皮带 让大铁轴砸向路面 被撞的汽车瞬间变成废铁 雇佣兵又派出飞滴 打爆卡车轮胎 林肯埋伏在车后 一铁锤砸晕车手 带着乔丹继续逃命 雇佣兵在后头紧追不舍 林肯驾驶飞滴甩掉身后敌人 直接冲入半宫大楼内 乔丹悬挂在半空 险些坠下 林肯将他拉上来 雇佣兵的直升机却杀了过来 子弹打烂了大楼广告牌 两人随着广告牌向下坠落 中途碰到直升机 把他撞了个稀烂 两人掉落在施工的网子上 总算是逃出生天 逃脱追杀后 两人找来了林肯本体家中 因为是克隆体 轻松通过了人脸识别 本体发现闯入的副本大吃一惊 这哥们怎么和我长得一模一样 林肯向本体说明来意 本体给他们解开锁扣 还说要带他们去电视台公开真相 然而转头就向避难所告了密 汽车行驶到半途 雇佣兵再次杀到 本体拿枪对准了林肯 说他不想死 可是林肯也不想死 他猛踩油门 开进了一间废弃工厂 本体和林肯一起下车扭打在一起 雇佣兵尾上来 却分不清哪个林肯是本体 克隆人用锁扣扣住本体 对面的雇佣兵因此做出了选择 一声枪响 本体被当场击毙 林肯取代了本体的身份 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 避难所再次发来信息 他们可以提供售后服务 为林肯打造新的克隆体 为了解放同胞 林肯决定以身犯险 重回避难所 两人定好计划 乔丹故意刷爆信用卡 让雇佣兵抓走自己 然后打翻医生和林肯 一起拯救克隆人 医生那边发现送来的林肯其实是本体 他亲自出马 将林肯干翻在地 林肯甩出锁链 和医生扭打在一起 涡轮压断了狼桥 医生被锁链吊住 最后领了盒饭 克隆人终于获得解放 他们跑到避难所外头 迎来了崭新的世界 克隆人是不幸的 他们从一出生就注定是别人的工具人 可是他们并不第一人一等 终有一天 他们会迎来觉醒 到那时候 所有的压迫将会被一起扫除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